来关新地方建设大理区立园一桥是当地的交通枢纽 因为使用率高路面的柏油早已经破损脱落 影响行车安全 索性在明代的争取之下 是否在今年3月将南侧路段做给善 最近北侧的路面也会重铺 让用路人更好行 车辆经过立园一桥速度都会刻意放慢 因为这座桥是当地交通枢纽 汽机车使用率高 不过路面柏油早就已经破损脱落 影响行车安全 我们这个立园一桥 最近我们定义堂那都落大 落大后后路面坑坑坑坑坑 里面很多都在反映 这个车流量很大 有行车安全 路面桥面的这个破损 造死的交通安全的事故 频频发生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2月3月 适逢这个大雨 那路面更是坑坑洞洞 我们的机车用路人 行驶上非常危险 今年2月3月降雨不断 桥面被雨水严重洗刷 让道路状况雪上加刷 幸好在明代争取下 桥面南侧路段是否已在今年3月先行改善 预计7月上旬 接续完成北侧路段 及连接立善桥的路面改善工程 现在就是说它有可能有这个左转或者是这个不能变换车道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桥面大家的使用的这个习惯都已经熟悉了 那先前南侧路段标线的这个回复 因为厂商不太清楚 所以它就把这个桥面的路段或是道路的这个限定把它标错 造成会被开单 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要求说标线一定要造就来恢复 明代也会要求养工处督促施工厂商 让工程能如期进场并确保施工品质 给市民一个安心安全的道路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